OK dear girls now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lesson 6 我們火速的要來看第六課 第六課其實沒有詩 沒有像第五課它有一首詩 一首詩放在那邊就是會花多一點時間 因為詩比較難解釋 第六課的話就是一個平鋪直序 我們來看一下 Lesson 6 When in Bulgaria do as the Bulgarians do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曾經提過說 其實原來應該是什麼 原來應該是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這個當然其實是有一些隱含的意思 因為以前大家都認為羅馬是世界的中心 所以你到羅馬去學習羅馬人的一個所作所為 這個其實就好像我們現在說很流行 或是很潮 或者是一個非常合乎流行的事情 非常合乎潮流的事情 但是在現在這個多元的世界裡面 你不管到哪一個國家 你都要去了解到人家的一個文化是怎麼樣 然後可以入境隨俗 雖然其實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我們還是翻譯成說入境隨俗 但是其實會用Rome是有它的意思 那現在整個21世紀 其實你要說哪一個地方是世界的中心 其實很難講 你看像美國大學在剛學完 也不知道以後會變怎樣 So anyway On the first day of Mike's trip to Bulgaria He had his lunch in a local restaurant After Mike finished his delicious meal A friendly waitress asked him about his food Mike spoke very little Bulgarian Little的話我們說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他幾乎沒有 可能他只會講什麼 我們只會講你好 謝謝之類的 再見 或者是這樣子的 所以呢 這邊的話就是說他幾乎是不會講 因為我們說little的話很少 少幾乎沒有 所以呢是有負面的意思其實 所以呢就是說他幾乎是不會講保加利亞語 So he nodded his head to tell her that he had enjoyed the meal 好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很習慣用你自己 習慣用的這個肢體語言來表達 所以he nodded his head to tell her that he had enjoyed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吧 所謂的過去完成事 是要表達所謂的 比過去的時間點更早發生的事情 那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指說 他在跟那個waitress互動的當下 當然這個已經是故事是過去式 然後呢他這邊要表達是說 他在跟他點頭的那個時候就要表達說呢 他剛剛吃完的那一餐他吃得很開心 所以呢用了一個過去完成式 表示已經吃完了 然後呢也覺得很喜歡 to his surprise 好這個to ones什麼什麼什麼啊 我們呢這個週考也考月考也考 千萬不要再忘記了 好令他很驚訝的是 to his surprise 好 to my disappointment 對不對 好之類的 to her amazement 有沒有 令他很訝異的 像這樣子呢 我們都會用to to his surprise Mark Mike noticed the waitress frown 好我們說notice的話呢 也是一個感官動詞 注意到 注意到呢他怎麼樣 皺了眉頭 我們說用圓形動詞 那還記得我們上課的時候提過嗎 如果說那個是一個短暫的動作 很快就結束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完整的發生的過程 我們會用什麼 我們會用圓形 沒錯 你不會讓ing 你錄完ing的話 這邊反而覺得怪怪的 是不是那個 是那個waitress 他一直皺眉頭嗎 還是他 皺眉頭的過程 很冗長 應該不會吧 所以呢 這邊的話就是frown 表示呢 他就是看到他皺了一下眉頭 好這樣子 OK After his reply was there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waitress or with mike with 好我們說呢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好我們會用with 表示對關於 關於呢 這個 或是對於呢 這個什麼事情 或是什麼人 到底發生了什麼 不對勁的事情 something wrong the story above 好那這個我們是用一個故事 或者是用一個這個 怎麼講 一個小插曲 生活當中的一個小插曲 來作為開頭 一個場景來作為開頭 這個在一般的一個 怎麼講的 所以我們說新聞寫作 或者是呢 你要評論一件事情 評論一個現象的時候 其實 有人蠻喜歡弄這種方式的 尤其是你如果去看有一些 比較高檔一點的新聞寫作 好比說什麼 Time啊之類的 他們就蠻喜歡用這種 就是呢 You set the scenario first 先讓人家看到一個場景 然後再 從那個場景呢 去點出那個問題 然後再加以去分析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你要隨時回來這個場景 然後去做一個連結 然後去做一個隱身 其實都是一個蠻好的手法 這樣而且可以跳脫那種 平估直樹啊 就直接切入問題這樣 稍微可以有點不一樣 OK 好他說 The story above shows that even though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use body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without speaking 好那這個 shows that 後面我們也是有一個很長的句子 對不對 這個很長的句子 我們又分成兩部分 前面那部分呢 是 even though 雖然儘管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use body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without speaking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是什麼 the meanings of the same gesture can vary widely 有沒有 好這個就是 that 後面這個詞句你看 這麼的長 有沒有 那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even though 雖然 好然後再來 the meanings 有沒有 雖然儘管 大家都在用 所謂的自己語言 不過呢 the meanings of the same gesture can vary 很大幅度的一個差異性 the meanings of the same gesture 這個應該可以同意吧 好那同學請注意到這個 even though even though 才可以當作像這樣子的句子的一個開頭的連接詞 好或者是如果表達是 當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用even if 如果呢 比較有假設的一個意思的話呢 ok 如果假設 那我們會用even if even when even if 好但是請你就是 不要只用even 因為even呢 只能夠用來形容 好比你說even me 對不對 好或者說 I can even stay there with them 這個even的話 都只是副詞而已啊 那你如果要做連接詞 像這樣這個 even though 放在句子的前面的話 那你就呢 必須要用even though 或者是看你的意思 你可以用even when 或者是even if 但是但是但是 千萬不要只有用even 那樣是錯的 A positive gesture in one country can mean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in another 我們這邊有看到one 跟another 還記得嗎 ok another跟one 其實都是表示一種 所謂的不定 什麼叫不定呢 就是我不指定 不指定的意思就是說 你說在某個國家 你有指定哪個國家 沒有嗎 在另外一個國家 你也沒有指定 所以呢 他這邊就是 就是只是泛泛的 很一般的在講 你說在一個國家裡面是這樣子 在另外一個國家 又是這樣 那這時候我們就用one 跟什麼 another ok 就好像我們有時候在舉例的時候 你說for one thing 然後你又說for another 對不對 你說呢 從一方面來講 然後呢 再舉一個 你又說for another 這樣子 ok 那可能還有第三第四第 但是你就沒有再繼續講 therefore it is better for travelers to get to know a country's culture before they visit it get to get to後面加上這個動詞 是一個還蠻平常在用的一個 一個說法 這個get to其實呢 我們常常講說是有 漸漸的 或者是慢慢的到到達某個層次 所以這邊也就是說呢 get to know 也就是說你慢慢的去學 慢慢的去了解 到最後呢 你就能夠知道 是有這樣子的意思 you kind of reach the point you reach the point when you are able to do something 或是when you feel or know something ok 那那個是你慢慢的 你呢是透過一個歷程 達到那個點的啦 所以呢 you get to know in India for example people use the head bubble to express their approval 這個我在上課的時候表演過給同學看啊 Indians tilt their heads tilt的話表示是只有 只有那個 只有那個傾斜一點點 不是那種搖晃很厲害的 from side to side when they agree with others ok agree with 同意某個人 同意某個人 在看來我們沒有agree with 如果你是對於某件事情同意的話 想法是一樣的 我們說agree about ok 那這邊是人 所以我們用with this can confuse people who shake their heads from left to right to show disagreement 像我們就是這樣的人 ok 我們就是呢 shake their heads from left to right to show disagreement 是嗎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Indian head bubble grew out of 是從什麼 慢慢的發展出來的 grow grow的話有生長的意思 out of 是來自的意思 out of 是來自 出自於啊 所以grue out of grow out of 就是呢 是從那個東西發展來的 從那個東西去 慢慢的去長出來的嘛 慢慢的去發展去生長出來的 所以他說 來自於 源自從那個地方慢慢的發展來 grue out of watching snake charming 所以是說 印度人是因為看著那個蛇啊在那邊 搖啊擺啊 所以才這樣嘛 這個也是一種說法 the snakes move from side to side when they are not going to bite ok 他這樣左右啊晃啊晃 他沒有在那邊敘事待發的樣子 所以呢 when they are not going to bite which means 這個which的話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前面的這個蛇的行為 所以我們看到有個逗點 然後這個which的話表示呢 是前面這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說 a fact which a fact which 這件事情的話呢 就怎麼樣 which means I'm of no threat to you of of of的話表示的是具有的意思 of no threat就是不具有威脅性 ok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說 還有常常可以用什麼of 你說這個東西對我很有幫助 it is of great help to me 你說這個東西對我很有用 it is of great use to me 這個就是of 表示那個東西本身具有 ok ok 所以I'm of no threat to you 我呢 對你不具有威脅性 this may offer an explanation for Indians use of the head bubble to express a positive answer ok 也許吧 我不太知道 反正印度人那個 這個搖頭晃腦呢 也是世界有名的 ok 好 那其實你也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有很多很有趣的這個影片 來跟你解釋 這個印第安人 I'm not not sorry 印度人他這個搖頭晃腦到底是什麼意思 ok 好 那我們呢 第一部分先看到這裡 拜拜